一名妇女坐在河岸时,不料鳄鱼突然出现,咬住她的脚,想把她拖下河中,索性妇女集中生智,一手抓住渔船绳子,一手与鳄鱼搏斗,最终成功脱险保命。 这起事件是于9月1号,在马六甲马日纳姆安之那河发生。事发时,50岁的巫异妇女诺莉和朋友坐在河岸,一条鳄鱼突然浮出水面,她还来不及反应,就被鳄鱼咬着右脚,想把她拖下河。 她紧紧拉着一艘渔船的绳子,另一只手则不断地用力打向鳄鱼的鼻子,才从鳄鱼口中挣脱。 她的右脚被鳄鱼咬至骨折,随后被村民送院救治,目前已无大碍。 马六甲鲁容州议员拿督诺西米尔,之后到医院探访她,而她的遭遇在社交媒体传开后,不少网民赞上她的勇气。 马来著名女演员兼歌手Aida Jabat,挺着七个月大的运渡,在上个星期六晚上的2023年绝对美食节活动舞台上,又唱又跳,遭来不少网民批评。 视频被网民上载着TikTok后流传,Aida大动作地随着歌曲舞动身体,让网民担心会对肚子中的孩子造成影响。 有留言说,肚子里的宝宝都头晕了。 也有网民批评,Aida的衣着不恰当,暴露着身材,但有网民认为,Aida的运渡还小,在舞台上唱歌跳舞不成问题。 будто更好处,ahahaha! 感谢观看